总的来说,这台充电器性格很鲜明 它不是冲着极限性能来的 而是冲着稳定、安全、低故障率去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迷你小巧的贝尔金45W充电头 所有的测试内容在咱们前面的这个测试片里面 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在咱们主页去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面 关于一个产品,我们必须要有测试片 才可以了解它的性能 后面的拆解片拆开了 我们才可以知道内部真实的用料 所以说我们就是测试和拆解必须要分开做 才可以清清楚楚的去真正的了解一个产品 这是咱们离火测拆做视频的风格啊 喜欢我们这种硬核测拆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的更新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来拆解这个贝尔金45W的充电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头 它的接缝是在这个地方 岩是合缝的啊 咱们用撬棒撬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撬开 这个焊接是非常牢的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了吧 直接把它撬开 拿出上面的盖子啊,这个是折叠插角部分 充电器是通过卡扣直接卡在这个折叠插角上面 内部的胶灌的是非常多的啊 用钳子把内部的主板模块给它拿出来 这就是充电器内部模块的样子啊 有两种胶啊,这是白色的 内部还有灰色的散热硅胶 充电器的背面还有一个麦拉片做绝缘处理的 麦拉片底部还有灰色的散热硅枝贴 这里还有一张 这个是内部的灰色导热胶 好像是没起到作用啊 应该是打扫了一点点 触及和刺激隔离 也就是靠着这一个麦拉片啊 充电器上面的胶 我已经基本上把它清理干净了 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内部的做工是非常紧凑的啊 元器件和元器件排列的非常的紧密 毕竟这个个头只有这么大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模块 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贝尔金这一颗45W淡化夹PD充电器 整体架构采用了经典的QR准鞋针 加SR同步整流方案 配合高压侧的淡化夹器件 走的是稳态效率 加低温升的保守调校思路 输入端配置齐全的EMI滤波与慢容保护 确保通过各类按规与干扰认证 中段的功率变换部分 淡化夹开关管与定制的主控组合 让它在45W档位上拥有不错的热控表现 输出端同步整流与协议控制 独立分工 保证了PD全电压断下 兼容性与输出稳定性 从布局来看 贝尔金依然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做法 功率级与协议级分区明显 输入变压 输出三段式布局清晰 接下来我把每个电路架构用料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拆解分析 首先是EMI及主电源电路 贴片是慢容保险丝 红湖蓝光电子出品 规格3.15A 250V 贴片结构 红湖蓝光 成立于1972年 后来经过改制 成为一家民营企业 主因保险丝 温度保护器等安全保护元件 作用是当电路过流时 快速缺带 防止后端元件损坏 还有一颗私印3D-5的 NTC热敏电阻 用于浪涌电流的防护 一颗共膜电杆 双线环形扰制 抵消共膜干扰信号 贴片式整流桥 美国美台半导体MB30TM 规格为3A1000V 贴片软桥堆 美台半导体 于1979年成立 主因整流器 保护器件和功率半导体 其作用是将 AC输入的交流电 整层脉动的直流电 为后级滤波做准备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来自湖南爱华电子 RK系列铝电解电容 规格为27V法 另外一颗是39V法 那压都是400V 另外配合一颗 公质插膜电杆 组合拼滑整流后的直流电 湖南爱华电子 1985年成立 是国内知名的电解电容厂商 主因各种铝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 QR主控芯片 4E型号为 RAA-L01 这可是定制的主控 主要是实现检测开工管 电流零点并调整频率 实现准协证开关 降低开关损耗与EMI 功率开工管 深圳英诺赛科 INNO700TK1900B 淡化价器件 英诺赛科2015年成立 主因淡化价功率器件 及驱动芯片 特点是高频低损耗 高耐压 能在小体机下 保持低温声 充电器的变压器 个头也是非常迷离的 初级有四个引脚 其中有一个辅助引脚 是为刚刚定制的 那个主控芯片供电的 这一颗电容 就是为主控芯片 稳压蓄流滤波用的 也是出自湖南爱华电子 属于爱华电子的 NB系列 一颗电解电容 规格是4.7微法 耐压100V 次级引脚 输出直流电 为后级输出 提供电流 隔离整流 及输出电路 蓝色安硅外电容 扇头送电电子出品 型号为CD681 680P法 400V 陶瓷安硅电容 送电电子 2012年成立 主营安硅电容和 核一MI 一纸原件 用于高压侧和低压侧 之间的 卸放高频干扰 同时保证安全绝缘 光电偶合器 台湾一光的 EL3H7 一光电子 1983年成立 全球知名的 光电原件供应商 光耳的作用 实现高压侧 与低压侧的 电气隔离 同时将输出 电压反馈到主控 维持稳压精度 同步整流 控制器芯片 四印LAA-L06 也是一颗定制型号 同步整流芯片 驱动全力半导体 G077-N01G-NMOS开关管 完成同步整流 这种整流方式 比二极管整流 能显著 降低导通损耗 提高效率 全力半导体 2004年成立 主营MOS FETA和驱动器械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赵青滤宝石 一颗CH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为680微法 耐压25V 滤宝石1992年成立 主营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CH系列的特点是DESR 大电流高纹波耐手能力 用于降低输出纹波 和改善动态响应 这是一颗固态电容 不是电解电容 嫌疑芯片 来自深圳应急芯科技 IP2723T 应急芯2014年成立 主营各种快充协议芯片 该芯片负责与设备 设备进行PD协议握手 支持最高PD45W输出 确保苹果安卓设备的兼容性 VBUS控制 也是来自全力半导体 型号为30H80Q NMOS 作为独立的负载开关 配合R005取洋电阻 实现输出的过流保护 与热把插控制 这一颗贝尔金45W淡化夹充电器 从拆解上来看 走的是标准的保守纹扎流 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关键元器件 用料扎实 规格充足 这种设计思路 是为了让它在长时间工作下 依然稳得住 第一就是用料靠谱 爱华的高压电解 绿宝石的固态电容 每台半导体的整流桥 英诺塞科的淡化夹管 这些都是电源圈 口碑不错的品牌 长期稳定性 批次一致性 这些东西都不用怀疑 第二就是温控和纹波 表现都在线 淡化加功率管 配合保守的开关频率 满载烤机温身不到70摄氏度 全功率纹波压得很低 高负载也只有94毫浮左右 这个表现在这个体积 在45W档位里面 是非常亮眼的层级 第三就是安全防护做得到位 输入慢容保险 完善的EMI滤波 独立的输出MOS负载开关 加取样保护 能应对绝大多数的意外情况 但是优点说完 也谈谈它的不足之处 架构上 贝尔金依然是QR加SR的老路子 效率稳定是稳定 但天花板也就卡在这儿了 平均88%左右的转弯效率 在同功率段是属于中扇水平 但绝对不是顶尖 还有一点 主控和同步整流都是定制芯片 后期如果要替换维修 料好追溯性差 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搞定的 总的来说 这台充电器性格很鲜明 它不是冲着极限性能来的 而是冲着稳定安全低故障率去的 从测试到拆解 这颗贝尔金45瓦淡化架充电器的性格 已经非常清晰了 测试里我们看到它的转换效率 在88左右 虽然不是顶级 但全程稳定 纹身表现控制的克制 满载烤机也没有超过70摄氏度 纹波方面 全功率段都压在百毫福以内 干净到挑不出毛病 拆开之后再来看用料 确实印证了这些数据啊 英诺赛科的淡化加开关管 湖南爱华的高压电解 绿宝石的固态电容 再加上应急性的协议方案 工程师就是在用一套保守但稳健的组合 来换取长期稳定性 当然它的短板也在这 架构还是QR加SR 没有玩更激进的ACF前卫反击 效率天花板有限 单口设计没有多口调度 也没有高功率的PPS 再加上贝尔金的品牌溢价 让它在同功率段显得性价比很一般 所以我的购买建议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苹果用户 或者需要一颗长期稳定 拆铝随身的单口快充 希望插上就能放心用 这颗贝尔金很对路 如果你是想要一颗多口快充 或者是想追求极限效率 更多玩法 那它就不适合你 一句话总结 它在测试里稳 在拆解里也稳 不是极限玩家的玩具 但足够成为一颗长期可靠的 45瓦带花加充电器 测试为了了解 拆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拆 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测拆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